大家好我是NTS 那今天是蜜水和熊龍的3x3競技場 那會從球域一段打到三段 那耗時是一共是30分鐘 我大概有快一年沒有碰這個遊戲了 因為現實也有點忙了 那這個遊戲的話 我記得我當初也是上 那一年前那個賽季也是停在球域一段 然後就沒有繼續打 那我這個賽季從零打到球域一段 大概花了一個小時 那從球域一段打到球域三段 也花了半個小時 因為你到越後面一定是越難打 因為你遇到玩家會更強 然後遇到NBC的機率其實是蠻低的 這幾乎大部分都是真的玩家 因為自己在遊戲裡面能夠支配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相對的我就比較少跟其他玩家交流 假設我今天可以玩一小時 那我就會很認真的這些小時 全部都拿來打遊戲 那我就不會去跟其他玩家聊天 所以我就沒有反悔 然後就是也沒有一起打隊友 什麼都沒有 那我打335就是進去隨機 看我今天輪到什麼樣的隊友 就是什麼隊友一起 只說這個遊戲好像 它沒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它不會去限制說你的隊友可以進來幾個奶媽 它甚至是可以 它甚至可以給你拍兩個奶媽進去 那這樣的話你這場可能會打到非常痛苦這樣子 不過目前我在陸服的蜜水海 雖然說玩的時間不多 不過其實如果真的在線的時間 大部分都在競技場 雖然我之前拍影片可能 大概有一半的比例是在介紹其他東西 但是 因為其實我只是覺得就是 因為我在講競技場 大家都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打競技場的話 我覺得要講的東西 好像比較難講說我 比較難想說我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說 我現在在那邊講說 我現在放熱招 什麼樣的思路 可是 別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時候我不想要放這個 我可能要放其他幾個 因為畢竟 我覺得競技場 就是PVP 它比PVE還要更火星 就是你想要怎麼玩的玩法 可以更多 不像PVE 它就是 它畢竟副版嘛 所以它其實有一定的一個框架在限制你這樣子 不過其實我們玩到的遊戲 大概都是六成的PVP 然後三成的PVE 然後一成就是可能拍照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們玩PVP的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未來台服有機率的話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話 可能 比較有機率在競技場上遇到我 嗯 畢竟我覺得其實 副本 嗯 應該說陸服剛開那幾個月 我覺得 數問就是補師是很多的 然後就是你要搶副本 位置很難 那 當然就是在實際有限狀況下 我可能就會取捨 我取捨就是 因為我選的就是經典槽 我不會去選副本 所以 嗯 除非有機率吧 不然 或是有那個機緣吧 不然其實應該 有點難在副本遇到我 那當然 因為我在陸服 沒什麼打副本啊 所以我居然去台服 我可能 也是一個副本白癡啊 嗯 也不到白癡一個程度啊 嗯 就是可能 副本其實我 我不會像天堂那麼熟悉 因為畢竟我沒有碰過這樣子 那 技能的話 其實我沒有特定去抽什麼技能 嗯 基本上就是我拿到什麼技能 我覺得好用 我就會一直用它 所以其實我技能開得很少 甚至很多都是初期的技能 那 我不曉得 我這樣子能不能打到高段啊 因為畢竟我沒有固定隊 那 嗯 不過我覺得就目前來說 是 勉強還夠用這樣子 那 如果說 有剛好 看到這影片的朋友 就是你也喜歡打 競技場 那未來如果台服有機會的話 就是 我們可以一起組隊啊 嗯 不要撞號 不要撞號 那就簡單的跟大家聊一下 雖然 都過了一年了 我用了mai 還是怎麼辦 那 其實影片有點長 大概就是 一開始跟大家提了 大概就是半小時的時間 那 嗯 我就不再多說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可以看完 就是 我從熊魚一段打到三段的一個過程 你看到 我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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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見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很快 謝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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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